两辆红牌机车倾倒在马路旁草丛 车壳零件安全帽也全都散落在地 看似严重的车祸意外 竟然是车主造假要来诈领保险金 回到意外发生现场 基隆基金一路这附近人烟较少 车辆出入也不多 去年4月凌晨4点左右 包姓两兄弟骑乘重型机车经过 因为没抓好安全距离 弟弟不慎撞上哥哥的车 两人的重机却又都没投保 竟然洞起歪脑筋 找来图信车友制造假车祸 诈领高达50万的保险金 接获保险公司的反应 觉得这个这起的这个车祸事件 是有点疑点 车祸发生的这个时间点 与这个犯险所述的这个时间点有益 保险公司在事后核对车祸发生的 时间地点等资料警觉有益 干净告知远警深入调查 大伙这才发现原来保险兄弟和友人 先是变造车祸撞击位置和方向 之后才自行报案 为了炸裁编出大谎 却漏洞百出 让保险公司和远警看破手脚 现在不止钱拿不到 还得赔上自由 接着注定用苏一欢 自行报道